余生夫妇的高铁瞬间 让不少网友都直呼磕倒了 花絮片场的气氛是一片和谐 毕竟杨子的搞笑细胞满满 随着余生的结束 观众也感受到了肖战杨子演技的进步 呈现出了一个出色高冷的孤伟 温暖善良的灵芝香 他们的爱情更是让不少人笑 花絮里杨子肖战也是打打闹闹 细经上身的杨子 逗得肖战垂地打笑 随着两人CP粉的增加 花絮里两人的互动 也是甜度丸 两人都年纪三十 不少网友觉得在一起挺好 相比男性人员比较好的杨子 肖战在爱情方面显得比较憨憨 杨子还问过肖战 你这么帅为什么没女朋友 肖战曾说谈恋爱一美的失忆 这个原因也是太杂心了 在片场除了杨子肖战 还有个欢喜冤见 余生的导演经常给肖战讲戏 其中一幕肖战想调戏导演 用着重庆放映说 你为什么不喜欢 靠这么近你的心动不少 把杨子都笑得直不起了 不过姜还是老的辣 导演直接张口救了肖战 肖战一脸憨憨的笑 导演还在肖战臭屁的时候 拍下鸡窝头的肖战 肖战私下的这一面就被导演暴露 导演片场面对肖战 撒娇也是铁面不死 肖战方言调戏导演反对头 杨子都笑到直不起了 导演也太会了吧 看完你觉得肖战和导演搞笑吗 欢迎留言评论